你有算過你現在多少錢啊 幾百萬嗎 還是不幾萬 倒鐵千萬反霸凌 何潤東為翻牆轉身拍料料 戲劇節目入圍有翻牆的記憶 29日金鐘獎公佈入圍名單 何潤東自製自演的戲劇 翻牆的記憶 一舉入圍最佳戲劇 導演編劇等八個獎項 Eso當初翻牆播出時 受視率低迷的陰霾 過了一夜你有什麼想法啊 我的興奮程度發脹很多 能入圍當然是 一定是對我的一個肯定 但是我覺得這個戲沒有達到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我怎樣 表達的一個想法 劉良強 聽說你沒爸爸 我覺得 我的第一部導演作品 一定要做一部 我自己是 很有興趣的 很喜歡的 而不是去做一部 去迎合現在的市場 你是從來後戲開始 對導演這個事情有興趣 我覺得這個可能 跟我大學念美術有關係 會有想要傳達想要表達的東西 從我到十幾年前就開始 醞釀 就是學攝影啊 燈光啊 學剪輔啊 然後 學編劇啊 學剪接啊 這樣 我本身是演員嘛 那我自己 找了一些新人 他們就像一張白紙 我可以 教導他們一些 我覺得正確的 導演觀念 就要給演員足夠的尊重 我基本上是 很少會用 對你在那邊講戲 我都是跑到現場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一次 另外一開戲的事情就是 新人裡面有五個名額 就大概三個新人 你開戲 這個過程 幾個月來 你覺得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最大的還是預算吧 你有算過你貼多少錢嗎 幾百萬嗎 還是不可能 我現在身體有點壞掉了 我的 肝臟啊 症啊 氣都很弱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不分透支 我過分透支了 就是每天都太亢奮 這老婆有看我啊 那還是 是我啦 娛樂棟新聞報導